說胞胎教他做事,菲律賓總統寸爆 阿富諾三世昨日接受菲律賓三大傳媒訪問 繼續笑笑口回應救人之失敗的批評 他說下星期收到調查報告之後 會連同道歉信一起送去香港 但同時又說不斷道歉都沒有用 還被香港政府侮辱 當日沒有接曾蔭權的電話 他說自己根本不知道曾蔭權打過給他 還穿得爆地說,如果菲律賓一個省長 突然要跟奧巴馬或胡錦濤聯絡 美國或中國政府都不會容許 見完記者,他就是看特別行動部隊演習 認救人質 他們搏串玻璃槍,很快就衝上車 制服歹途 裝甲車都出埋,說這麼快就化解危機 對菲律賓總統的串爆言論 特首辦回應說,上月26日寫給對方的信 語調尊重和禮貌 提出調查報告應該交代事發和談判過程 以及為何不答應槍手的要求 換取人質獲釋 政府消息人士又說,如果總統 真的當曾蔭權是省長 之後又為何主動打電話給曾蔭權道歉呢? 糟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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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糟糕